物件陣列,這個範例裡面 String類別可以建立所謂的String的物件 換言之,我們也可以建立所謂的String的物件陣列 有別於前面,前面的是基本資料行別的陣列 這裡的話,因為我們建立的是一個String物件 所以這個地方稱為所謂的物件陣列 其實用法上跟前面的那個陣列 宣告的方式沒有太大的差別 這裡的話,一樣 就是我們是String的一個陣列的一個類別 因為New的時候,我們後面一樣是宣告了五個 這個是長度,物件陣列的長度有五個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地方可以產生類似有五個物件的效果 可以放置五個字串,比如說包含0到4 所以所影值一定是從0到4,長度化為5 那裡面的話,我分別放這五個人的名字進來 那將來如果說我要把它輸出去的話 那我比如說我輸出,我想要把這裡面的值輸出之外 再來判斷裡面的長度的話 基本上這邊我們舉一個簡單的sample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假如說我今天在這邊 你有一個五個空間的一個物件陣列 然後把五個人的名字放進來之後 那如果要把這五個人的名字輸出之外 我輸出的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也是一樣跑一個範圍,0到小於它的長度 5就是0到4,然後加加 後面的話,把這裡人的名字分別輸出 加在一個斜線 然後把它這邊有幾個字 幾個字實際上就是什麼呢? 這一個物件的長度輸出 所以這樣的話,跑出來各位可以看到 直接執行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可以看到執行之後的結果 就是類似像這樣,這個人的名字 然後斜線,後面加上它的字算長度 那這邊三個字,兩個字輸出的話 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這個是物件陣列的使用方式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再試試看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也在 等一下後面會再繼續看 有關於那個所謂的排序法 那這個排序法 前面好像我們有在那個大樂透彩 那個範例裡面有講到所謂的什麼? 泡沫排序法 泡沫排序法 那泡沫排序法實際上 我們等一下會講 就是說怎麼樣把 比如說,我們如果說不用array source 那當然我們可以自己做排序 那這邊的排序方式 總共會有這三種 那其中我們等一下會先來看一下 那個泡沫排序法 可以請各位再練習一下 那個剛剛的這個物件陣列的部分 那個部分 那把那是用來的 就是那些靜命固定的部分